2019年 大熊猫丁丁和如意 落户莫斯科动物园 现在 如意和丁丁已经做了父母 熊猫家庭也成为了中俄两国人民 有意的又一家化 总台记者不久前走访了莫斯科动物园 近距离观察了熊猫一家的生活状况 当游客还在为见到熊猫一家 兴奋不已的时候 莫斯科动物园的管理员 正在为熊猫们准备当天的午餐 今天的食物有四种竹子 竹子是从中国运送到莫斯科的 虽然在俄罗斯南部气候温暖的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也有竹子生长 但是莫斯科动物园在尝试过 俄罗斯本地种植的竹子后 还是决定放弃 因为俄罗斯本地的竹子含水量不高 熊猫不喜欢吃 不过用俄罗斯本地原料制作的蛋糕味道不错 深受熊猫的喜爱 蛋糕的主料是玉米 大豆和大米 再加上几个鸡蛋 蒸制四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亚历山大维尔瓦利德 在莫斯科动物园工作已经七年了 他一开始在猫科动物部工作 当得知俄罗斯准备接收大熊猫时 他便报名参加了熊猫饲养员的选拔 经过激烈的竞争 他进入了前四名 获得了前往成都进修的机会 为了迎接大熊猫的到来 莫斯科动物园对管设进行了全面翻修 新房子的墙壁上装饰着熊猫故乡四川省的风景 室内还布置了几个池塘和圆木滑梯 这是熊猫最喜欢的睡觉和吃零食的地方 来自中国的专家负责监测动物的健康状况 俄罗斯的动物管理员每月都会提交 关于大熊猫生活情况的报告 2019年 大熊猫丁丁和如意首次在莫斯科动物园亮相 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 莫斯科动物园熊猫馆开馆仪式 转眼间 丁丁和如意来到莫斯科已经有五年了 就在去年 这对熊猫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这是第一只出生在俄罗斯的大熊猫幼崽 她的名字卡丘莎 是由莫斯科全体市民在互联网上投票选出的 熊猫一家三口 在俄罗斯人心目中已变得非常亲切 每逢丁丁丁和如意的生日 都会聚集大批游客 在纪念品商店里 每天都有几百件 带有卡丘莎标志的熊猫纪念品被买走 如今 这熊猫一家子 在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欢乐的同时 也成为中俄两国人民 有益的又一家化 我会聚集大批游客 我会聚集大批游客